大家好,这节课咱们来说一下,就是咱们不是已经把那个网络的配置文件还有这个sore这个超三数的文件都与它配置好了吗? 那么咱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咱们怎么样用这两个文件把咱们的网络给它跑起来 那么首先咱们需要,咱们先来看这个要跑这个东西,咱们就要打开这样一个脚本文件了,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我们看它的后续是.sh,我们用这个tune.sh来去训练这个网络 那么其实训练这个网络也就是说,我们要调卡币的一个可执行的文件 也就是说,在卡币的安装目录下有一个build,build下面有个tune,tune后面,tune下面就是咱们这个卡币的可执行文件了 然后咱们对这个可执行文件给它一系列的参数,比如说这里我想训练网络,我就写个tune 代表着咱们接下来要训练这个网络,那么后面其实很简单,我只告诉了咱们这个训练网络它这个sore在哪,是吧 比如说我写刚刚sore的路径给它,那么给它sore这个路径之后啊,咱们就可以来训练这个网络了啊 咱们现在啊,先来实际的去跑一下,看一下 这呢,就是说,卡就是说我通过这个shsh,sh,tune.sh啊 直接执行当咱们现在打开的这个脚本文件,咱们就可以训练这个网络了 我们看,就是说,训练这个网络啊,它之前啊,会把你每一层啊,它的一些层的一些信息啊,都打印在屏幕上 我们看,就是说,我们看这是不是咱们的网络配置文件啊,把网络配置文件先给你打印出来了 然后呢,你后面啊,选用的学习策略啊,学习率啊,等等一系列的配置参数啊,都会给你打印到啊,咱们当前这个屏幕上 然后啊,下面就是说,咱们要进行不断的迭代了啊,就是说第零次迭代,现在第零次啊,因为它是一个态次的迭代 它现在准确率呢,是11%啊,咱们现在训练什么,咱们现在训练是一个识本类 就是那个手写字,手写字体识别嘛,就是卡贝亚自带的一个例子啊 123456,0123456789,要把这9个数字啊,10个数字啊,给它识别出来 咱们啊,现在就是用一个网络啊,咱们不说具体的什么东西,咱们就来看一下网络训练会什么样 网络训练呢,就是说,首先啊,它是测试了一下,是吧 看一下当前Loss,当前Loss的有2点多,还是很高的 然后呢,我们看啊,就是说,每一次迭代的时候,它都会打印出来 当前是第几次迭代,以及呢,当前这次迭代啊,它的一个Loss值是多大,是吧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可以看啊,就是说,现在Loss值啊,是处于一个不断下降的状态,是吧 从最开始呢,比较吓人的2.3级,然后一直到0.2级,0.1级,0.15级,是吧 它的Loss值啊,始终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 然后呢,它的Loss值啊,一边下降,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不是迭代到500次了吗 咱们啊,之前是定义了500次,是一个测试,是吧 咱们看,经过了500次迭代之后啊,现在准确率有多大 现在准确率97.38%了,是吧 一开始呢,一开始相当于懵,懵只能懵到个11% 那么咱们啊,迭代个500次,现在效果就已经很好了 准确率啊,能达到个70%多了,是吧 也就是说啊,咱们啊,很简单的就可以把这个网络啊 给它训练起来,只需要配置好这个,写好这个配置文件 写好这个sore文件,把数据员给它给好,是吧 咱们现在啊,还没有讲怎么样去做这个数据员啊 一会儿啊,咱们单独会找两堂课出来 给大家详细的说,怎么去做这个数据员啊 做这个数据员啊,其实也是一个麻烦事啊 咱们一会儿再说,咱们现在来看网络训练长什么样 我们就看到1000次啊,看到1000次咱就拉倒了 好,1000次啊,1000次又要进行一个测试了,是吧 咱们就可以来观察,不断的去观察啊 这个loss的变化情况,不断的去看 诶,准确率是否发生变化,是吧 我们看,现在是98%啊,准确率啊 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那么准确率不断的提高啊 说明咱们的模型啊,是实际上越训越好的 那么一旦来说啊,就是说 诶,你可能不像咱们这次训练这么 啊,这么成功,是吧 可能啊,准确率越来越低了 loss值啊,发生了很大的浮动 那么这时候啊,你就需要改一些sore里的 那个配置的超参数了啊 创解课给大家说了 那么这节课啊,咱们要说的就是啊 关于啊,关于啊 这个Cathia咱们的一些命令的操作了 也就是说,咱们在这里啊 咱们可以通过这些命令来训练这个网络 是吧,哎,刚才啊 只是给大家先说了最简单的一种 咱们只给定了这个sore,是吧 只给定了这个sore.prototit 咱们只给定了这个 训练配置,咱们配置好这个超参数 是吧,那么其实啊 咱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阐述 刚才演示的,就是啊 现在画下这个东西 咱们还能指定什么 咱们还能指定,比如说啊 你是一台多GPU的环境 你是一个服务器啊 你这个机器啊,装了两三块GPU 是吧,哎,你想用这些GPU啊 同时进行训练 咱们怎么写呢 你可以设置啊 就是说在这个后面 我们看现在是Gunsover嘛 是吧,我可以在后面加上 后面有了,是吧 直接加上一行,是吧 这是Gunsover,后面加上一个-GPU 是吧,-GPU2 就是说,你要用这个不是第二块GPU -GPU2啊,我写错了 -GPU2是第三块GPU 是吧,如果说,它这个GPUID啊 是有一个ID来划分的 -GPU0呢,是指第一块GPU -GPU1是指第二块 -GPU2是指第三块 是吧,也就是说啊 它的index是从零开始的 默认啊,它是会使用 -D0块GPU来进行训练的啊 就是说这里啊,咱们可以指定 用哪块GPU,或者说是综合使用 所有的GPU来做这么训练的事 然后呢,下面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 就是说啊,咱们在训练网络的时候啊 咱们可能是,呃,训练网络的时候 咱们可能需要做一个fun turn 是吧,就是说把人间训练好的模型啊 拿过来,以人间的模型呢 当做咱们的全值的初始化 是吧,咱们怎么做这件事呢 其实啊,很简单 呃,就是说啊,你要拿人间模型 当咱们的一些处理画值嘛 你首先啊,需要把人间模型 给它下载下来,是吧 下载下来,保存到一个位置 然后呢,咱们啊,在训练的时候 只需要加上这么一个参数啊 看,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这里 就是说在我们的训练文件里啊 我们不断的去加这个参数 是吧,刚才只有一个参数 咱们可以还可以再加,是吧 我们加一个杠位置 哎,就是说咱们要做这个fun turn的操作了 啊,咱们只需要下载好一个cafee model 然后呢,咱们俩看啊 就是说在这里加上一个杠位置 杠位置后面啊,就是说 你这个model啊 你这个cafee.model 点cafee model 你下载到什么地方 你就把这个路径啊,指定好 那么咱们啊,这个 那么咱们啊,就是说 在训练网络的时候 哎,一旦看到了有这个项 咱们就会把这个model啊 加载进来 以这个model为咱们的全值初始化 在这个model的基础上 再进行一个fun turn的操作 然后啊,可以还有一些参数啊 就是说,咱们刚才啊 我们看啊,这是什么 我们看,这都是啊 都是调用这个tune的参数,是吧 咱们啊,有时时候啊 可能说我现在不想去训练这个网络了 我只想去测试一下网络,是吧 测试一下网络也能干 是吧,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指定一个 你训练好的这个cafee model 然后呢,在你训练好 这个cafee model的基础上啊 咱们不是这个啊 这个tune.tune test.proto.tfd 这个data阶段设置成两个阶段嘛 那么这时候啊 他就会取那个test的阶段 在那个test的阶段里啊 测试当前这个cafee model 看看他啊 当前的准确率是多大,是吧 后边呢 有一个杠,杠,杠,杠 就是说 咱们想迭代多少次,是吧 如果说你这个soul人文件里啊 没有指明 咱们需要训练迭代多少次 那么也可以啊 在这指一下 咱们需要迭代多少次 这个东西啊 其实很简单啊 跟这个tune啊 其实看起来差不多啊 就给大家再演示了 咱们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我觉得 还是挺有用的 无论是咱们debug啊 还是咱们了解咱们的网络啊 都是很有必要的 就是说 咱们有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 咱们设计好了一个 画一下吧 设计好了一个网络模型啊 可能这个网络模型啊 非常非常复杂 是吧 复杂到你啊 就是说你也说不清 这个模型到底哪块复杂了 咱们想看一件什么事呢 比如说 这个是第一个卷积层 这是第二个卷积层 后面是个 全连接层 是吧 然后啊 咱们想看一下 每一层消耗的时间有多大 是吧 比如说 现在时间啊 效率非常低 咱们就要来看一下 哪一层训练的时候 是时间消耗的很多呀 哪一层时间消耗的很少啊 是不是时间消耗多 那层出现什么问题了 咱们是不是要做一个改进呢 也就是说 咱们在心里啊 需要有一个数 每一个层给咱们消耗了多少时间啊 每一个层的计算的效率啊 会有多大呢 咱们接下来就可以来做这件事啊 咱们可以用啊 Time 也就是说 咱们有这样一个命令行的参数 去算一下 每一行 也就是说算一行 每一层 它时间的一个消耗是多大啊 看这里啊 我们只需要指定 Time 以及啊 咱们这个PortalTIT 也就是说 还有个GoIteration 就是说 咱们只需要把前面这个东西啊 改成一个Time 咱们就可以得到啊 咱们的想要这个时间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还是打开命令行 刚才我已经写好了 看这里就是说 Cathia 我们通过这个可执行的文件 然后调它的这个Time 这个参数 然后呢 -model -model 然后咱们指定 咱们写好那个网络配置文件 以及呢 咱们要迭代测试几次 是吧 -A2A10 就是说我要迭代十次 看一下 咱们先执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啊 执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就是说 我们可以每一次都可以看到 我们每一次迭代 比如说第一次迭代花多少时间 第二次迭代花多少时间 第三次迭代花多少时间 是吧 这样一次迭代呢 每一次每一次迭代消耗的时间 是吧 然后咱们不能看这么每一次迭代消耗的时间 咱们也可以看啊 就是说 在这样的每一个层上 是吧 咱们之前啊 是不是给每一个层啊 都指定了一个名字 是吧 我们在哪里 随便打开一个吧 我找一个 呃 啊 这呢 咱们是不是给每一个层啊 都指定了这样一个名字 是吧 那么既然每一个层都有名字了 咱们就可以从名字啊 去看一下 哎 这个层啊 比如说咱们的数据层 前样传播 花多少时间 是吧 前样传播 它花了很多时间 哎 相比于反向传播 为什么 因为咱们的数据层 只有前样传播 反向传播没有事 是吧 前样传播 它需要把数据拿过来 是吧 那么可以看 就是说每一个层 哎 比如说第一个卷积层 它的前样传播和反向传播 分别花多少时间啊 还有它这个持化层啊 持化层反向传播就很快了 是吧 因为呢 反向传播没有什么样的计算 卷积层来说啊 反向传播和前样传播的时间啊 相对来说差不多是吧 还有这个全连接层 以及啊 LOS层 每一个层呢 咱们都可以看一下 它的前样传播 以及反向传播 它消耗了多长时间 是吧 哎 通过这个多长时间 咱们心里就有数了 哎呀 这个层消耗这么长时间 那个层消耗那样时间 我能不能对网络 进行一个削减呢 能不能改变网络结构 使咱们的网络 进行的更快一些呢 咱们这个东西怎么看 咱们就可以通过 这样的一个命令啊 咱们就可以看到 哎 对网络啊 咱们心里就有一个数了 是吧 最终啊 它这个东西啊 其实啊 给咱们计算很好 每一层啊 就是说 Average啊 前向传播总平均花了时间 反向传播 平均花了时间 是吧 都给咱们计算出来了 以及啊 14迭代总共花时间 都给咱们说出来了 就是说 咱们啊 看这个TIT吧 咱们啊 就是可以通过 这样一个 time的参数 咱们就可以把它的时间 给它打印出来 可实化的去看一下 那就是 关于测试网络的时候 咱们可以怎么样 去啊 简单的测一下 然后还有关于GPU 是吧 有的时候呢 你喜欢使用 第零号GPU和第一号GPU啊 用两个GPU 一起来做这个事 怎么办呢 -GPU02啊 或者是021都写上啊 就是说 用这两块GPU来进行预算 如果说呢 你有N块GPU 你想把GPU都用上 那就可以-GPUout 是吧 那么咱们现在讲的 就是说 咱们用命令行啊 怎么去掉卡币的 怎么样用命令行 去掉卡币的一些 怎么说 它写好的一些可执行文件 以及啊 它可执行文件 这些参数啊 咱们都可以怎么办 是吧 这里啊 只是给大家列挤出来了 我认为啊 最重要的一些 其实呢 还有一些可选参数 但这其他可选参数 我觉得大家啊 一时半会都是用不到的啊 最常用的 就是这个 -sover -gpu -waites 是吧 以及呢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time这个项 是吧 其他的啊 咱们用的比较少啊 咱们大家我觉得 只需要先掌握这些啊 就可以了 那么关于啊 咱们卡币啊 怎么用命令行 去训练网络 测试网络啊 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了